你天天打電話給我老婆 跟我老婆講電話 講到半夜十二點 幹什麼啦 花蓮縣議員李元復 一個月前拍桌自爆被戴綠帽 老婆疑似出軌分局帳 還被他持刀看到噴血 想不到妻子剖望 揭開議員整面目 哪裡沒有正大光明 你一直說不要說電話 我去講公事 我有講什麼嗎 你一直說不要說電話 別再說電話 畫面中李元復突然暴怒 大力揮落手機 接著瘋狂拍打 嚇得他趕緊躲到外頭 但林元復仍怒氣微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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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硬是要把手機搶過來 兩人爆發激烈推擠 卻在拉扯過程中 林元復突然放手 陳秀玲瞬間重甩倒地痛的尖叫 只是通電話對我動用私心 拼命往死裡打 記者會下公然說謊 這十三年來 他只打過我兩次 唯有影片為證 陳秀玲強調自己才是受害的一方 丈夫卻在記者會上公然說謊 但林元復也有話要說 十一年前我睡著 不醉了 他給我兩巴掌 我才還手給他三四巴掌 十一年後中間都沒有 希望兩個人分開想清楚 提出保護令又妻子搬家 夫妻倆為了感情問題 夾醜外揚 鬧上議會殿堂 如今又撕破臉 親者痛 在怎樣無辜的都是小孩 記者留記交換廳要對決 花蓮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